我和我的祖国 以后也不能分担 无论我都能到哪里 都有什么美的光 画面中身穿防护服 一边唱歌一边用酒精对病区进行消毒的医护人员 是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护士图立文和他的同事们 4月9日 武汉雷神山医院最后一个普通病区正式关闭 非常激动 因为来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来多久 我们也希望早日可以战斥这场战役 早日就回到了家的怀抱里 现在总算我们完成了这项任务 我们很自豪 很光荣 记者在现场看到 医护人员对各个角落 各个物品喷洒专用消毒剂并仔细擦拭 清理出来的物品经过消沙处理后 打包装入医疗专用黄色垃圾袋 等待专业处理 大家绝对放心 我们是会很负责的把这些消沙工作做到 做到位 还有就是请大家放心 放心的是 每一个房间每一个地方 待会将会有我们医院感染管理科的主任老师们来亲手做测试 就是告诉大家这个区域环境应该是安全的 当天关闭的最后一个普通病区是感染科C2病区 负责该病区的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51名医护人员对病区进行最后清理和消毒杀菌后贴上封条 观众大吉 武汉必胜 中国必胜 祝国万岁 望着空荡的病房 空荡的走廊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范小红感慨万千 范小红称 接受感染科C2病区后 团队用两天把毛批房变成符合新冠肺炎收治条件的精装房 如今病区完成使命又从精装房还原成毛批房 那C2病区的一个翻倉就标志着整个雷神山医院的股份重症病房 全部都已经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了 那我觉得我为之而感到自豪和喜悦 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整个疫情的主机站的重要的接旦性的生命 雷神山医院是武汉新建的第二座集中收治新冠肺炎患者的专门医院 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接管设病区32个 于2月8日投入使用 截至4月9日 该院累计收治患者2000余人 康复出院1900余人 还剩15名患者在重症监护室病区继续接受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